前幾天呢 羅卡有在FB上面詢問這兩片遊戲 到底哪一片比較難 旁邊應該會把那個圖片給PO出來喔 下面的回答 一致性的 全部都表示 黑暗靈魂完全的遠勝於這個死亡細胞 真的是太震撼啦 其實在蠻早之前 好幾個月前就已經有很多網路上的大大來推薦給羅卡了 他的預計發售日原本也是在5月 結果一直拖延到10月才真正上市喔 雖然說呢 他是一款舊遊戲 算是一個重製版本 但是呢 這一次好像在Switch上面的表現 去蠻多有玩這款黑暗靈魂的 而且是玩過Switch版本的玩家呢 感覺好像都是還不錯 畫面的整體都有來做提升喔 雖然說Switch的版本呢 是唯一只有1080p加30fps 其他的應該都是60fps以上啦 PS4的版本呢 甚至可以跑到4K喔 所以如果說呢真的想要玩這個更高畫質的黑暗靈魂 可以考慮一下PS4的版本 他應該是所有的效能裡面跑得最高的喔 再來呢就是羅卡對於這款遊戲啊 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為非常非常多人一直來講說 如果呢想要體驗死亡的快感 就是一直不斷掛掉的快感啊 只要買黑暗靈魂就對了 因為這款遊戲呢 絕對讓我們掛到不要不要的 而且會掛到摔手把 甚至呢有一位大大還特別留言給羅卡說 他的朋友當中只要玩過黑暗靈魂這款遊戲的呢 有70%連第一關的BOSS都打不過 這個真的是太恐怖了 聊到現在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款黑暗靈魂好了 首先封面的部分呢 這個上面又寫到他是非常親切的 雖然是重製版 不過全部都有中文版出現喔 這個是他的角色的示意圖 這個角色呢 據羅卡上網所了解啊 基本上呢 不管選什麼職業 他應該都是屬於一個死屍 不是那個死屍級的死屍 是死掉的屍體那種死屍 基本上呢 跟死亡細胞有一點雷同的感覺 就是我們操控的主角喔 其實都是一句沒有生命的 應該說活屍吧 還是要說死屍 反正呢 就是跟一般的動物活體是不太一樣的東西啦 下面這裡呢 又寫到他是18禁的遊戲喔 可能因為比較寫心一點吧 3D的比較寫心一點 背面的部分呢 有一些遊戲的畫面 其中比較重要的話在這一邊 雖然說剛才羅卡有講到 如果想要高畫質 高震速的體驗 可以購買PS4的版本 但是如果想要隨時都可以玩黑暗靈魂的話呢 基本上Switch是唯一選擇 Switch就是可以有掌上行 帶著走 邊走邊玩好厲害 遊戲的人數 不管是在TV模式 平板模式 還是攜帶模式的 全部都是只能自己一個人玩 有支援amiibo跟Pro的手把 另外呢 這款黑暗靈魂 似乎有出一款是專門對應給他的amiibo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上網看一下喔 遊戲的字幕呢 有支援到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 語音的部分呢 唯一英文 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就是一幅非常神秘的圖畫 再加上一片卡甲在這邊喔 這樣就沒了 那因為已經有非常多玩家提醒羅卡 玩這款遊戲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像羅卡這種菜鳥級的玩家呢 要好好的去體驗一下 享受一下掛掉的快感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進入遊戲中 GOGO 好 現在呢 我們直接進到遊戲裡面來 然後呢 剛開始需要下載一個非常小的更新檔案 進來之後呢 就會看到我們的黑暗靈魂 開始面對我們的死亡吧 然後呢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個亮度調整的部分喔 這個地方其實羅卡都還是很習慣使用預設的數值 因為覺得那個調整起來其實差不了太多 再來呢 選擇角色的地方呢 可以輸入名字 可以設定我們的性別呢 職業呢 還有很多像髮型、髮色等等的 都可以來設置喔 那我們的角色呢 第一隻就來出現了 首先呢 大家看到的場景就是在這個地牢吧 還是在這個類似城堡裡面的感覺喔 那有營造出一點幽暗的樣子 那羅卡在剛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一開始的樣子 比較有點像惡靈古堡某一些地方的場景 但是呢 以這種盔甲啦 搭配上這種場地呢 其實跟上古卷走五代的感覺是比較相似的 不過呢 這個遊戲方面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多多少少的差異 那進來遊戲裡面呢 其實他整體的設定 就是在他的畫面呢 跟他的音效是非常的不錯的 接下來看到這一隻 哇 這一隻呢 是應該是第一關的小BOSS吧 這隻BOSS呢 他的威力非常的強大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透過那一根非常大的槌子呢 在揮舞整個地板啊 墻壁柱子啊 全部都會被他打掉喔 那音效上來說也是蠻震撼的 不過這個地方呢 可能我們還不需要打到他 可以先 跑掉好不好 透過別的門口來把他給先逃脫一下 接下來呢 再進來這個地方 誒 這個地方有一個鐵球 其實他會去把下面的門砸破 所以等一下呢 要進去裡面找一個 誒 這又是這一個 躺在裡面的人 要透過他呢 來拿一些元素瓶 這個元素瓶呢 等一下就非常好用 偷偷的告訴大家 這個元素瓶呢 就羅卡用起來 就像是一般遊戲的 紅色藥水 治癒藥水等等的 據說呢 這裡面所有的角色啊 包括我們自己控制的角色 跟所有的NPC呢 全部都是屬於一個 活屍的狀態喔 也就是說呢 大家雖然看到我們的角色 雖然有穿著盔甲 拿著盾牌跟裝備喔 但是呢 其實他的裡面是裝著一具活屍喔 再來呢 就來挑戰一下 第一關的BOSS 那這關的BOSS呢 就如同大家剛才所看到的 會拿一根非常大的錘子 哇 這個揮舞下來 威力看起來就非常強大 整個地板呢 柱子呢 全部都被破壞殆盡 那羅卡透過不斷的喝元素瓶 加上不斷的翻滾呢 然後補刀補刀 後來是有非常幸運的 把它給解決掉 而且呢 其實只死了一次就把它給解決掉 其實只死了一次就把它給解決掉 對羅卡來講是 還蠻開心的 因為羅卡的技術來講 是沒有那麼的好 能夠第一次解決掉這一關小BOSS呢 哇 真的是 開心無比 這個BOSS的大小呢 看起來會有點像魔獵人的感覺 就是整體來說 它會大墨於我們的螢幕喔 看起來是相當的震撼 包括它的音效呢 也會相當的震撼喔 好啦 那我們遊戲呢 就先玩到這邊啦 呃 體驗死亡的滋味 有點怪怪的 因為 主角不是原本就是死亡的嗎 所以可以死了再死死了再死 死六死死了再死 這樣子就對了 好啦 羅卡呢 終於花了一點時間 稍微玩了一下 這款黑暗靈魂的遊戲喔 中間呢 真的是死了不少次 一開始羅卡在玩的時候 其實有些道具是沒有取得到的 所以呢 在打的時候發現 哇 剛開始的這些小怪物啊 看起來就是沒有穿什麼裝備 只有拿一個很爛的武器 這種怪物呢 怎麼好像都要打好久 才有辦法把它給打掛喔 後來才發現 原來有一個地方需要翻屍體 搜尋完屍體之後 會有一把武器 這把武器呢 他的威力比初始的 給的這個劍柄的武器 威力至少會大上個 三四倍以上喔 所以基本上呢 這把武器一定要拿到 在剛開始的這個關卡的 才有辦法順利的來通關喔 不然呢 就會跟羅卡一樣 其實死了不少次 真的死了不少次 有時候呢 跟怪物面對面對決之後呢 不小心後退了一下 為了要躲避他的刀或劍呢 結果就掉到下面去 一樣摔到那種 萬丈神源直接隔屁 黑暗靈魂呢 其實在跟死亡細胞比較起來 他們兩款遊戲還是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第一個就是黑暗靈魂呢 他是屬於3D的遊戲 整個畫面是比較立體一點的 羅卡呢 其實在進去遊戲之後 就有點擔心3D運的開始喔 不過呢 玩了一下下是還好 可能因為他的陣數還算流暢 所以呢 基本上沒有發生3D運的狀態 羅卡大概玩了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吧 那死亡細胞呢 就是屬於平面2D的遊戲 再來呢 這個黑暗靈魂呢 雖然說他在開放式的地圖 只要死掉呢 怪物呢 會重生 那我們可能會從那個章節的地方重來 其實羅卡在玩起來 發現他沒有像死亡細胞那樣子 基本上所有的裝備 都要從頭開始 因為這個黑暗靈魂呢 只要死掉之後 雖然說是回到起點 但是該有的武器啊 盾牌啦 都還是存在在自己身上的 另外呢 還可以再去把屍體給撿回來 還可以把那個 靈魂吧 右下角的那個數字 好像是靈魂的數字 就是有點類似遊戲裡面 錢幣的單位啦 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可以透過撿屍體 把它給撿回來喔 所以羅卡覺得這一款黑暗靈魂的 重新開始喔 是沒有那麼大的挑戰 但是呢 怪物的威力真的是 強到讓人玩到 真的有一點 嗯 殺眼 在玩第二關的這個 骷髏怪的時候啊 哇這個從地上有沒有 組合起來 有點像暗黑破壞神的感覺 這個骷髏怪呢 他的動作是蠻快的 而且他會 往前突進的感覺 就是往前跳 然後拿那個刀砍 這個關卡呢 應該是屬於第二關而已吧 所以呢 羅卡在玩到這裡 就已經被這個骷髏怪 喔打的不要不要了 而且一次呢 都會出現兩隻 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 角色的動作 其實有點盾 羅卡已經選擇那種 敏捷比較高的角色 但是感覺還是有點盾 就是反應上來說比較慢一點 很容易被怪打一下 現在就死掉了 再加上呢 哇這個怪在打那個 那個疼痛感喔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尤其像第一關的BOSS 被打到一下兩下 哇這個血條呢 基本上就快不見了 那這一次挑戰的時候呢 羅卡算是還蠻幸運的 使用這個翻滾技巧 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喝了不少瓶水之後 是有把它給打敗 也吃了不少次的虧 因為呢 只要被打一下之後啊 那個血大概就一半不見 只要補血藥水沒有喝好的話呢 就會直接 say goodbye 算是還蠻有挑戰的一款遊戲啦 那遊戲裡面的感覺呢 跟上古卷軸5的畫面 有一點點像的樣子 整體玩起來呢 真的是還蠻適合一些 比較想要來挑戰高難度的遊戲 甚至呢 之前有一些詢問過羅卡的大大們啊 他們在詢問說 哇這個Switch上面的遊戲啊 怎麼很多都像小朋友在玩的遊戲 有沒有難度強一點的 可以來給我們這些大人挑戰 好不好 黑暗靈魂可以歡迎挑戰 也是有一點難度的一款遊戲 加上呢 網路上面很多人都給他這個 非常高的評價 就是難度很高的評價 如果真的想要挑戰這種高難度的遊戲呢 黑暗靈魂應該是個 博二首選 那如果說是有PS4的玩家呢 PS4上面還有出黑暗靈魂三部曲 也可以考慮入手來虐自己看看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